第121章 蓝旗那叫一个笑啊 20分钟后 魔宫院主楼五层 落地的玻璃窗石整个楼道上充满了自然光 时不时有魔宫院的教职人员走过 而铺在原木地板上的地毯减少了脚步声和噪音 身穿着黑色古典式西装搭配白衬衫金领带 扭扣和领口处都有菱形十字圣灰形图案的闲者院院长洛伦 领着蓝旗从楼梯口来到了这一层 他们走在左侧布满玻璃木墙的走道上 时不时地交谈着什么 声音友好而清晰 像是一师一友的青年和少年 一路走过了一些其他的办公室和教室 向着院长式的方向前进 洛伦院长 你的原初石板能不能借我看看呀 蓝旗微笑着问道 他见到的第一个石板持有者 可能是世界上属于强者行列的人里 性格最温和的那一个 完全感觉不到在洛伦身边有什么距离感 哎 拿你没辙 我等会儿要赶去教会那边 北大陆最近似乎很是动荡 让命运女神教会这边的事物也激增 等我过几天闲下来 让人通知你来我办公室吧 洛伦像是就知道 蓝旗会开这个口 无奈地叹了口气 一般来说 荆棘质卡师都是没资格向他提出这种请求的 而蓝旗虽然白荆棘质卡师身份还没完全下来 但洛伦十分认可蓝旗的质卡师资质 他也更是不会为难自家的学生 魔工匠观摩石板并非一时半会就能看完的事 可能他至少需要空欲出一到两个小时留给蓝旗 谢谢院长 蓝旗开心地感谢道 很快 两人来到了院长室门口 洛伦其实今天可以不用亲自过来 只让魔工院的老师带着蓝旗去见波拉奥教授就可以了 但洛伦特别不放心 生怕蓝旗进一步得罪了波拉奥教授 便陪着蓝旗一同过来了 自从上次第二轮入学考核后 洛伦赶来魔工院请波拉奥教授 抢修完人工影世界启动终端 而洛伦这边也没获得特别报销的审批 久久不敢来见波拉奥教授 这次因为蓝旗这个罪魁祸首的白金级质卡师事务 终归还是必须要面见波拉奥教授了 洛伦感觉又是免不了一顿痛骂 在洛伦他还是贤者院学生的时候 波拉奥教授就已经是魔工院的院长了 明明当初自己也是贤者院的首席新生 但从来就没想过能跨院系惹到魔工院的院长这边 越是回想自己安分守己的学生时代 洛伦越觉得蓝旗离谱 洛伦停下思绪 抬手亲扣波拉奥教授的门飞 咚咚 进来 在获得应答声之后 洛伦回头看向蓝旗 等会儿我没叫你 你千万别进院长室 洛伦和蓝旗交代好 自己便硬着头皮推开门 走进了魔工院院长办公室 紧接着 站在院长室门口 蓝旗很快听到了 院长室里传来一阵骂声与赔罪声 这次的维修费用起码得八千镑 这笔费用谁出 你们出还是我们出 要是从魔工院的经费里出 我横竖也得让那小子掉层皮 您放心 我已经在和国王陛下 申请特殊经费了 如果实在搞不定 我就算亲自支出 也不会让魔工院损失半点研究经费 似乎当初入学考试时 洛伦院长被波拉奥教授骂得更惨 你让我见见那小子 伴随着隔着门的这句话音 从门内传来 蓝旗只看到院长室门飞突然敞开 一股轻柔的风向云朵一般 拖着它飘进了院长室 这栋风格前卫的建筑中 院长室的空间也充满了流线型设计 和清晰的几何线条感 窗户宽大透明 让日光自由洒满房间 与外面的繁华校园景观 形成一幅动态画卷 办公室的核心位置 一张手术台般宽敞的白色工作桌 微然一粒 桌面整洁而富含条理 与光滑的银色金属脚架 一起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波拉奥教授正坐在桌前 眉头微皱地审视着蓝旗 站在办公室一侧的洛伦 垂头丧气 他指尖轻滑 显然是他用风魔法 载着蓝旗进来了 蓝旗脚尖触地 站稳在了院长室的地毯上 惊讶地看着洛伦院长 露出笑意 心中不禁感叹 洛伦院长的魔法太便利了 要是能一直带着自己悬浮就好了 随即 蓝旗又注视向了 神色还未消散怒意的波拉奥教授 他其实大概懂了 老爷子为什么会生气 因为他刚才在门外 听到了俩人的完整对话 在这个时刻 魔宫院院长室内 气氛异常干燥压抑 空气几乎可以切割地开 空气中那近乎爆发 却又被他硬生生压下的怒意 如同一团热浪 在室内无声无息地弥漫 令人窒息 洛伦现在只求蓝旗 能够安分一点 不要惹怒波拉奥教授了 然而 就在洛伦惊讶的目光中 蓝旗不仅没有退缩 反而向大大方方地 向波拉奥教授走过去了 他停步于桌前 诚恳地看着这位魔工匠老爷子 向他欠身行礼 波拉奥教授 关于研究经费的问题 我其实有一个解决方案 什么 波拉奥教授双手环抱 狐疑地问道 8000磅的巨款 即使对洛伦来说 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蓝旗区区一个学生 有什么办法信誓旦旦地 能够随手解决 蓝旗确信地笑了笑 然后说道 您这样 先让洛伦院长 帮您继续申请 国王那边的研究经费 理由不写修复 影世界启动终端 改成针对 已有问题的进一步研发 然后您再对我父亲诺埃 威尔福特那边 开一张罚单 理由就是 赔偿损坏终端的费用 附带我的认罪书 一起寄过去 如果国王那边没批下来 您可以拿我父亲 给的8000磅 如果国王那边批下来了 您先拿国王那边的8000磅 我父亲这边的8000磅 我们七三分成 你七我三 两边的款项 属于户部冲突 也不算 向国王冒领了一份经费 蓝旗说完合着手掌 就像问题已经消失了 死 波拉奥教授文言 深吸了一口凉气 仔细盯着蓝旗打亮了几眼 在最重要的经费问题解决 甚至还可能到赚一大笔后 看着这位年纪轻轻 就即将成为白金极致卡式的蓝旗 波拉奥教授只觉得越看越顺眼 他们魔工院需要的 就是这种 能够让电表倒转的人才 你小子很不错 看来以后可以多邀请 你帮我们检测一下新型魔法道具的安全隐患问题 你无疑是最佳的测试员人选 我很欣赏你的发散式思维 波拉奥教授站起身 走到蓝旗身旁 拍了拍他的肩膀 语气多了一分器重 从蓝旗能够说出这么丧心病狂的话来推测 他的父亲 那位诺埃 威尔福特先生应该也颇有加资 波拉奥教授 我特别崇拜您 早就是您的粉丝了 之前在南万提那里把你著作的书都给看了一遍 以后还想多选您的课 需要安全检测 我一定是义不容辞 蓝旗摸了摸后脑勺 他自然是听懂了波拉奥教授的意思 谦逊地憨笑着说道 老爹那边就当是出学费了 以及投资一下魔法工学的伟大建设 而且 等老爹以后知道了 自己的学业这么优异 一定也会很高兴的 除了智卡市协会那边的事 大多数下午的时间点 你可以在老文科楼二层找到我 就在学生会的楼下 我基本都会待在那实验室里 研制新型魔法工学道具 你有空闲的时候 可以过来帮我搭把手 要是有在魔法工学上不懂的地方 也可以直接问我 波拉奥教授时隔多年 终于又遇见了 让他觉得比较看好的年轻人 才能是一方面 主要是很上道 这才是最关键的 远处 被这突如其来的和谐欢快 分为快要遗忘掉的地方 洛伦就这么看着兰奇 自然而然地和魔工院 脾气最古怪的波拉奥教授 商讨起了快速搞钱的办法 一时间如梗在喉 他刚才挨这顿骂 到底是为什么 先前自己为了兰奇 被波拉奥教授痛骂一顿 又是为了什么 洛伦现在只感觉人间不值得 他终于发现 入学考试时也好 影世界里也好 学生会的工作也好 当面对大家的矛盾时 兰奇总可以轻而易举地想出办法 让所有人都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但又确确实实解决了问题 尽可能满足了所有人的诉求 这杂种能安然活到现在真的纯属命运 明天开始影世界 本章完 第122章 学生会恶爸们的影世界集结 清晨的天边尚且还是一片青灰色 几颗孤独的星星还挂在那帷幕之上 仿佛不舍离去 整个伊克里推学院都还在沉眠 一片宁静 今天的雾气很重 空气潮湿而清新 文明榜样小队的三位成员 此刻却已经如约集结在了一起 享用完早餐后 便像散步般悠然走在校园 充满薄目的宽阔道路上 这次咱们仨 嘎嘎乱杀 你们俩乱杀 我给你们加油 休伯利安妮 可得保护好我呢 弗雷是不会管我的 三人似乎都不讨厌这样凌晨五点的 寂静校园和新鲜空气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新加入的弗雷 已经和兰齐休伯利安 是颇为默契的伙伴了 虽然平时在闲者院有课的日子 兰齐和休伯利安 两人待在一起的时间会比较多 但只要他们下课后 前往学生会室 大概率就能遇到弗雷 弗雷有时候会坐在沙发上看报刊 有时候会和会长下棋 有时候也会不知所踪 兰齐总是笑着说 他们小队终于集起战法木铁三角了 但休伯利安只感觉 他们仨是贼猎萨 还差不多 他自己现在已经变成 隐身系功能型盗贼了 弗雷的战斗职 既不是坦战 也不是战刺 竟然是个陷阱流猎人 而兰齐这个不当人的东西 招几个恶心光环照换物 就住在那了 跟萨满一样 休伯利安至今都认为 他们仨能配合到一起打影世界 真是奇了怪了 至于学校的事务 每当遇到会长莫纳斯特 委托他们去处理 都是先由休伯利安 先向银行职员一班 向对方阐述一番学生会的来意 一般到这个阶段 大多数低年级学生 看到不远处站着的 蓝旗和弗雷 几乎就会非常友好的配合工作了 而仍拒绝合作的 颇具个性的学生 休伯利安 则是会保持开一定距离 交由蓝旗和弗雷去沟通 至今 他们三人的工作 都没有收到过投诉和差评 会长也说 他们非常正常 只是休伯利安不知道为什么 学院里已经出现了 王都恶霸三人组的传闻 入学后两个月的时光 悄然溜走 现在已经是11月 深秋的清晨 空气中弥漫着寒意 仿佛所有的热度 都被冬日的前哨冻结了 尽管今天是星期五 理应是上课的日子 但由于时间还早 校园中现有活动的身影 偶尔能看到一两个校工 还有些奇怪的学生 正搬着各种派对 露营用道具 往杰拉纪念广场方向而去 让他们仨面面相去 满是困惑 三人很快便来到了 伊克里特学院最正宗的心脏地带 即使是清晨 层层威力强大的结界术士 封锁着虚空之门的魔方形 深蓝铁壁 也依然充满了森严要地的隔绝感 知情的王公骑士团成员 仍在巡查着 严阵以待 三人来到门口的第一道安检处 用学生手环 以及注册挑战者执照 通过了唯一的正门入口 接下来又是一道道安检 再过两天 亚洛兰学院的学术访问团 就会抵达我们学院 进行为期两周的学术交流 兰奇在走廊中轻声说道 他的声音 在这空旷庄严的环境中 引发阵阵回响 也不知道 咱们在影世界里会停留多久 他继续道 眼神中流露出了一种愧疚的神色 好像在为自己 无法在即将到来的 学术访问中出力 而感到惋惜 会长虽然说了 他们撒放心功课影世界 不必顾虑学生会的事物 但兰奇心里 还是记挂着校园的和谐安定 他们撒去影世界的时候 学生会似乎至少 也会保持有三人出勤 书记将回学生会加班 会长和书记 是炼经院的文职人员 不需要挑战影世界 而副会长阿斯纳 倒是非常强大的精神系法师 但未接和他们三个新生差多了 无法阻队 不过 他表示自己跟不上他们仨的节奏 就算以后 未接到了两阶内 也不太适合一起组队 他更习惯于和会长一起配合协作 在兰奇的感叹声中 弗雷也是汉手 如果是像你们俩上次那种 一天内就能结束的影世界 我们回来之后休息一天 就可以来学生会帮会长忙了 他以平和的语调回答道 随即又笑了笑 似乎也挺希望能帮上会长的忙 影世界的时长一直不好说 尽管影世界的时长在整体上是与影世界的位阶正相关 可浮动区间也非常大 我们大概率是能够早点回来的 你们俩不用担心了 休伯利安听着两人的话语 原本只是打算不发表意见 终归还是无奈地叹息 他真的巴不得影世界时间时间长一点 兰奇和弗雷 这俩卧龙凤雏 绝不能代表赫顿王国 以及伊克里特学院的平均水平 或正常水平 让他俩回到县市 作为学生会的干事 去处理一些有关亚洛兰王国学院 学术访问团队的官方事务 休伯利安很担心 会让亚洛兰王国的国际友人 错误认识到 赫顿王国当今的国民素质 而且 休伯利安明明一直是最当人的那个 却每次都会被莫名其妙地牵连 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封平 现在更是朝着人外俯冲而去了 灯光下三人的影子 直直地延伸在寂静的走道上 直至他们最终步入这座建筑的内部 远处 那扇通向另一个影世界的 巨型轮飞镜面上依旧流转着幽深的星光 弗雷 你带着我们文明榜样小队的组队卡了吗 蓝旗看着前方的最后一个检查点和工作台 又望了望清晨空荡荡的大厅 对他们的新队员弗雷询问道 只需要在此登记自己的挑战者执照 让工作人员检查完毕影世界记录城市的佩戴情况 就可以通往前方的虚空之门进行挑战匹配 如果还要使用影世界协同城市进行组队挑战 则还需登记上队伍信息 没问题 弗雷拿出那张文明榜样小队的组队卡 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效益 尽管他是第一次挑战真实影世界 但是在他看来一点都不像新人的姿态 随后 他们三人分别将各自的执照和两种工具魔法卡牌 一并交给了检查点工作台上的人员 近代南大录影世界管理协会的工作人员 为他们完成登记手续 因组队之后 会有信赖与配合之间的关系 团队所产生的总体实力 必定比单独匹配进去的陌生人强得多 所以 随着组队人数增加 相比起分开单人挑战也会激增 好了 等你们出来的时候 再把影世界记录城市 给我读取一遍 就可以拿回挑战者执照了 年轻的女性工作人员 微笑着 将三人的工具魔法卡牌 还给了这三个勤勉 而意气风发的学生 然后他们面前的闸门便开启了 三人谢过 取回了自己的工具魔法卡牌 然后直航向虚空之门的方向 距离大约有百步左右 他们轻松地聊着笑着 直至来到这扇通向虚空的门前 虚空之门 像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只是站在其前 便能感受到一股无形的拉力 仿佛要将所有靠近的生灵 全都吸入这个无尽的未知世界之中 伙伴们 准备好了吗 蓝旗高举起手伸了一个懒腰 向修伯利安和弗雷问道 有你在 我就不怕 修伯利安微笑着 早已没有了第一次进入影世界时 那般隐藏在心中的胆怯和顾忌 迫不及待了 这扇虚空之门 似乎对弗雷来说 就如同伊克里特皇冠赌场的大门一样 令他振奋 伴随着话音 他们穿过水面一般的虚空之门 紧接着是一片失去感知的全然黑暗 什么也看不见 甚至连心跳声也无法听到 仿佛无数齿轮在交错旋转 产生的轰鸣 在这片漆黑空间中回荡 血跃坏事 四分之二节点圣医之史 历史投影已扭解 本章完 第123章 影世界圣堂恶徒晚宴 在一种无序的漆黑中 他们仿佛被漫长的时间的沉淀静默 实际上不过十余分钟而已 终于 宛如晨曦穿透层层黑暗的第一缕阳光 他们的世界渐渐恢复了光明 表明他们已经成功匹配 踏足了影世界之中 蓝旗环视四周 他的左右两侧 分别站着修伯利安和弗雷 他们的面孔一如既往的熟悉 没有任何变化 他目光划过伙伴们的脸庞 投向了不远处的落地玻璃窗 清晰的倒影 证明了他自己的面容 也依然保留着原本轮廓 窗外的景色难以辨识 因为厚重的雾气 让一切都显得朦胧 如果不是落地玻璃外的花园里 几盏微弱的萤火闪烁 他们甚至难以分辨 此时是清晨还是深夜 浓雾之下 仿佛让室外的黎明 置于了一个迷离 而充满着神秘美胆的世界 室内 蓝旗和弗雷都已经身穿正装 尽管款式风格不同 但却与他们的气质相得一张 蓝旗的米色古典西装搭配褐色马甲 头发被梳理得紧紧有条 稍作正式地打扮之后 让他看起来比平时还要更加温文尔雅 弗雷略显慵懒随意的黑色西装外 穿着深蓝色双排扣风衣 手上多了一副黑色的硬质皮手套 仍半搭着的墨镜 遮挡住了他一半的眼神 而修伯利安则是一身形似大爱世人的红礼裙 精致的妆容让他的气质已变得截然不同 只显得优雅华丽又惹人怜爱 尖头正披着一件薄外套 似乎在抵御着寒意清洗 这般打扮让他们确信 这里并不是魔剑 而且这一次似乎也不像恶魔学院的考场 没有开局就被强制加入某个带强制机制的房间 似乎大家都可以自由活动 空气中散发着微妙的清凉 这并非冬天的刺骨寒冷 而是仿佛在高山之巅呼吸时的清新冷峻 三人并未立即交谈 而是先沉浸在周围的环境中 安静地各自打量 眼前的是一座穷顶足足有十多米高的巨大宴会厅 同时又仿佛一座古老的圣堂 抬头望去 接近五层楼高的辉弘馆风情 占据了整面厚墙 阴管有的直立有的弯曲 有的金光闪闪有的木色素雅 排列成不同的形状和层次 散发着无法言喻的神圣素木感 彩绘玻璃制成的穹顶上 繁复的金色雕花装饰于水晶吊灯 在柔和的光芒映射中 仿佛从天花板垂下的一片星河 照亮了富丽堂皇的深色石雕墙壁 与铺满大理石的光滑地面 大殿中央最显眼的位置 占据着一张大气而宽敞的 巴洛克风格长桌 银色竹台在火光的映照下 显得一一生灰 长桌两侧 十二把褐色橡木 精心雕刻而成的餐椅 井然有序 竟显纸醉金泥 悲酌幻展的奢华芬芳 在这座磅礴危言的宴厅里 树些身影分散战力 他们两人三人地聚在一起 静静地待在原地 宛如石雕 无论是豪华的圣堂 或是黎明的到来 亦或是寒风的刺骨 都无法撼动他们的冷漠 因为这座大厅并非那么的和谐 就在这样的画面中 混杂着死亡和生铁味的血腥气息 弥漫在整个大厅里 浓烈的味道刺鼻 以至于完全覆盖了 殿堂里的香气 在大厅的尽头 长桌的主座上 一具身穿滑跪服饰的尸体 正歪着头靠在高背椅上 脸上带着绝望与不甘 痛苦至极的情绪 在空洞的双眼中凝固 他胸膛下方 直到腹部都遭到了残忍的撕开 仿佛是一副骇人的激励画 潺潺的星红之泉 从他的身体里倾泻而出 在地面上挥洒出了悲惨的艺术 渗出的鲜血与大理石地面的花纹交融 在宴会厅中流淌 沿着桌角的线条 留下血红的印记 这般血色如同隐形的刀 将这座原本闪耀着 晶莹光滑的宴会厅割裂 转而变为一座诡异 而恐怖的杀鸡牢笼 很快 提示也出现在眼前 影视界 圣堂恶徒晚宴 等级 五街 在这深秋之际 你们十二位客人 受卡里古拉爵士的邀请 来到了这座 位于山崖的古堡集会 你们看似 都有着不同的社会身份 实则全部是秘密教会的成员 旨在推翻血族 对人类的血腥统治 然而 大教士卡里古拉 却惨死于当夜 你们十二人中 有叛徒投向了血族一方 挑战者总数 十二 特殊身份挑战者 三 特殊身份 侦探 非背叛者 自动选中为所有挑战者中 最有机会堪破谜题的非背叛者 特征为带有卡里古拉爵士赠予的十字圣徽凶针 特殊身份 血族眷属 背叛者 每天可以分别在血主帕洛卡斯伯爵和血主塞贝尔纳伯爵处于苏醒状态时借用一次其全能 主 若血族眷属眷属 伯爵纳伯爵及血主将会在一天内抵达古堡 任务目标一 找出背叛者 零或者二 任务目标二 探寻隐藏在古堡里的隐秘及危机 任务目标三 至少一人生存至120小时实现结束 背叛者方拥有截然不同的任务目标 仅背叛者可见 非背叛者会获得职业身份 仅非背叛者可见 若挑战者任务目标失败 将引发现实天灾 时间剩余119小时59分 挑战者全员起始地点为基础层大厅 在大厅内部高墙上 大钟静静地悬挂着 此时的指针刚刚越过了五点半的位置 正处在破晓时分的清晨 随着影视界的提示信息闪过 宴会厅内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这栋古堡脸 人人自卫 人们的视线开始变得锐利 仿佛一群龙中猛兽 互相警惕着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接下来 他们要面对一个充满信任危机 赌上生命的五日挑战 他并非寻常的影视界 敌人也并非影视界里投影出的历史人物 而是一场挑战者们扮演的历史人物之间 欺骗与识破欺骗 杀戮与阻止杀戮的死亡游戏 圣堂里的挑战者们 不管怀揣着什么心思 终于还是逐渐都注视 向了影视界选中 佩戴着十字圣灰凶针的男人 那灰白的头发略显凌乱 身材高挑健壮 充满了野狼般的爆发力量感 脸上棱角分明 半搭一副小墨镜 侵略性的眼神 深酸而冷酷 浑身上下都散发一种不可一世的狂议傲慢 一看就是个杀手 等等 这就是 侦探 在深夜的伊克里特学院 杰拉纪念广场上 泛着银银白光 中塔上的时间 也指向了清晨的五点半 然而 这个时间点 广场已经热闹了起来 不少推测出了 蓝棋和修伯利安 第二场影视界时间的学生 已经携带着露营用的毛塔 和餐饮箱 在广场的台阶上 站好一个视野优秀的位置坐下 随着属于蓝棋三人的影视界画面 在露天剧目上出现 伊克里特学院 杰拉纪念广场上 终于又喧哗了起来 弗雷是侦探 他不是力量型选手吗 骑士园的不少学生都知道 弗雷有着怪物般的力量和体力成长性 哪怕他只有四阶 骑士园的五阶老生 也不敢说能硬碰硬打赢他 骑士园入学考试的第三轮实战测试 他更是什么花里胡哨的都不玩 冲上去就像考官 打出了震惊骑士园第一拳 除了这家伙的脑回路非常奇葩 他确实是当之无愧 最强骑士园历史上 最强的首席新生 但怎么看他都不像的侦探 本身这场五阶影视界 对于处于名处的挑战者一方 就极度危险 随时有可能面对未知 且过于强大的血族权能 哪怕是六阶挑战者 稍有不慎就会猝不及防地惨死 对于寻常的三阶和四阶挑战者来说 更是严重超纲的难度 侦探的水平 直接决定了挑战者们的获胜希望 拥有着绝对可以信赖的身份的侦探 将是找出背叛者的关键 如果侦探拖后腿 迟迟无法找出背叛者 随着背叛者隐秘的任务进程 在暗中进行 加快 所有人都将陷入绝境 而且挑战者也不能把那两位 身为血族眷属的背叛者 逼得太狠 必须要掌握极大的信息差 稳住背叛者 想办法将其抓出来 否则 一旦背叛者们苟急跳墙 选择同归于尽 七阶的血族伯爵被引来 将会直接开启 令挑战者全灭的暴走模式 哪怕是七阶强者 也招架不住血族伯爵的不死性 单挑几乎没有获胜希望 在这个五阶影世界里的挑战者 即使全部加在一起 也无法战胜夜里的伯爵 即使白天可以躲过一劫 到了太阳下山 也会被血族伯爵残忍虐杀 不妙啊 如果蓝旗是侦探还好 为什么偏偏是弗雷 侦探只能从非背叛者里面选 那蓝旗该不会是血族眷属吧 学生们虽然在第一时间就开始怀疑 蓝旗和修伯利安这两个人外生物的身份 但由于他们都开启了影世界记录程式 可以清楚看到他们视角里的信息 蓝旗和修伯利安的身份 分别是律师和女演员 律师熟知当前国度的法律条规 可在自己的影世界面板中查看 女演员更容易吸引到袭击 任务目标也是常规版本 显然弗雷、蓝旗、修伯利安三人 皆不是背叛者 背叛者一定就藏在 另外九名实力不明的挑战者当中 杰拉纪念广场 露天巨木暗淡的光影 映在学生们脸上 或明或暗 让他们不禁咽了咽口水 光是想到 如果此刻置身于这场随时可能会死亡的影世界中的是自己 不少学生就感觉到了脊背发寒 汗毛倒数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 等待着自身的 都有可能是坐在主作上那位 被剥开胸腹的卡里古拉爵士一般凄惨的结局 这种心智的游戏 需要挑战者和恶徒之间玩弄欺骗残杀的影世界 往往都很考验心理素质 有时候还没到最终时刻 就会可能会心理防线崩溃 甚至忍不住自杀 寻求解脱 有高年级生 不禁神色凝重地感叹道 然而 他望着荧幕 看着侦探 律师 女演员 想起了近期校园内的蒋文明 树心风行动 话说到一半就哽咽住了 但这三个学生会的恶霸进去 怎么感觉画风就有点不对了 我先事先说明一下 主角团的三个人都不是背叛者 不存在大痛老师那种逆天操作 本章完 第124章 弗雷开始了调查 在这清晨六点尚且不到的时分 朝霞还未撑起天空 城堡和周围的山脉 仍被笼罩在浓雾与阴影中 基础层大厅 深秋的寒意 透过城堡落地窗 让众人都陷入了一种 寒冷而死寂的气氛 仅仅凭借影视界目前已有的信息 谁都看不出 该从何推断背叛者的身份 影视界刚开场的状态下 对于处在明面上的挑战者们来说 情报是绝对有限的 既不知道背叛者 可以借用的血之权能有什么效果 也不知晓背叛者们的任务目标是什么 但所有人都可以注意到 影视界信息里有说明 背叛者持有与正常挑战者 截然不同的任务目标 那就代表着 背叛者们在推进任务目标时 必然会有所行动 而只要有这些行动 就很可能会留下破绽 因此 需要一个具有专业洞察力 和极致脑力的侦探 去抓到这些的线索 侦探也需根据自己 绝对值得信赖的身份 作为其他挑战者们 能够放心将情报给予的交汇点 去负担起 判破背叛者身份的重任 相应的 侦探也是最容易遭到 背叛者毒手的对象 其他正常的挑战者 都要想办法保护好侦探 不过这个侦探 好像本身就很能打 大厅里 挑战者们几乎分别聚拢 站在了四处位置 他们与陌生人之间 不存在任何信任感 就连开口交流这件事 都保持着谨慎 唯独对于自己 一同进入影视界的同伴们 信赖着 很容易看出来 挑战者一共有四个队伍 都是三人一组 说明肯定有哪个队伍里 存在着两个心思叵测的家伙 或者有两个队伍 各存在一个背叛者 往往能被选中为 这种挑战者 对抗形影世界的背叛者 都是挑战者中 存在着本就心思 极度扭曲的家伙 能够完美体现出 背叛者的立场 例如 附生教会本就希望 能够让现实引发天灾 渴望杀戮 或强夺其他人的宝物 有很大概率 那两个背叛者 正是附生教徒 在现实的身份 也是完美伪装的 没有任何破绽 甚至 就连与他们一起进来的同伴 也不知道 其真实的附生教徒身份 所以即使兰奇和修伯利安 明显看起来 和弗雷是一对 仍丝毫没能获得 其他九人的信任 窗外的古树在风中摇摆 发出沙沙的声音 是唯一能打破 这座空旷宴会厅 寂静的声音 无论站在哪的挑战者 都只注视弗雷 等待着他率先发言 组织大家进行 最基本的信息交流 弗雷面无表情地 扫了一眼众人 似乎并不怎么关心 这群人到底谁有问题 他既没发表什么意见 眼神也毫不动容 这般沉默 并未让人感到疑惑 反而让不少挑战者 安心了些许 尽管这个侦探 看起来很奇怪 但他这般沉稳的绝对自信 比那种自知担不起重担 而慌了神的侦探 要来得令人放心 简单介绍一下吧 我们三个来自 贺顿王国 伊克里特学院 弗雷只是如此说道 视线便沿着 墨镜的镜片上方 看向了距离 他们最近的三人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 意思也非常明确 该这一组说话了 说多还是说少由 对方自己决定 无论信息的多少 都会成为弗雷权衡 其可信度的根据 也许此时 弗雷不能马上推断出 挑战者们的身份真伪 但在今后影世界的进程中 现在其他人所说的 任何一句话 都可能会成为 破绽或关键线索 第一组是由三人组成的小队 引人注目 且颇具特色 你们也是南大陆人 我们是坎贝拉王国 佩特拉斯商会的 朝着弗雷上前一步 并开口说话的 是一位看起来十八九岁的少年 他望向弗雷时 便向安下了心 眼神毫不掩饰 其热诚与表现欲 我相信你们一眼 便知谁是少爷 少年略微有些得意地说道 只见他身后站着一位 看起来沉默寡言 却分外英俊的男性 她的眼神深沉 如同一个深不可测的湖泊 眼角的泪质 让她显得更加迷人 而另一侧 是一个人偶般精致的女性 她发色铜色和英俊男子神似 似乎是一对兄妹 弗雷看了看兰奇 似乎想说什么 但还是算了 兰奇只是无奈地微笑着 远处 我在这长影世界的身份是 地理学家 我看看效果 少年还没停下话语 似乎正在一边查看着 影世界信息面板 一边说道 我可以知道 附近的大致地图和地势 比如 我们所在的利西藤斯城堡 坐落于一片连绵的山脉地带 后方被霍宁帝国的 国防结界边缘所隔绝 而前方 只有一片高度890米的断崖 有条桥梁连接着 从城邦通往利西藤斯城堡的 唯一可用路径 就在少年准备滔滔不绝 把所有地理信息 都这样公之于众的时刻 身后的男性护卫 倾渴两声 终于让少年 惊觉一般地止住了 显然这个笨蛋少爷 在公然状态下说太多 并不是一件好事 有些关键情报 单独告知 侦探先生就好了 直接摊牌身份的行为 等会儿很容易就能被挑战者们 确认其信息的真伪 确实可以获得侦探和常规挑战者们的信任 可暴露出的是 地理学家 这一极具价值的功能 也同样会引来背叛者的重点关注 成为仅次于侦探危险的人 修伯利安和兰奇站在弗雷声后 一言未发 都在默默接受着这番信息 坎贝拉王国 是南大陆上一众王国间 综合国力的佼佼者 也是一个多年来始终保持着中立的王国 无论南大陆影世界管理协会 还是智卡士协会总部 都坐落于坎贝拉王国 同样是复生教会 最难以侵入的国家之一 佩特拉斯商会的名头 在南大陆的王国间名头也不小 虽然兰奇同样是副少 但论起家资 佩特拉斯商会 恐怕要多加两位数 如果这个少年 真的是佩特拉斯商会的少爷 那这种高贵 又有概率被直接认出的身份 并不会是伪造的优选 明显这家伙 脑子特不太好使 是属于背对里两个爹 拖着过瘾世界的那种 本章完 第125章 兰奇怕都不带怕的 立西藤斯城堡的基础层大厅 被短暂的沉寂所占据 典雅的石廊 华贵的壁炉 还有悬挂在墙上的画作 都沉浸在清晨朦朦的微光中 傅少这般坦白 加上诸多吐露出来的信息 应该身份没有多少问题 至于他身后的护卫双子 并没有要这么早说 什么的意思 弗雷点了点头 记住了这三人是少爷与他的两个打手 便看向了最远处对角站着的三名女性 我们来自克瑞提帝国 为首颇具贵族气质的少女 汉手致意 她的举止中 透出一种优雅与谦逊 棕色的长发 如同绸带般丝滑柔顺 但她似乎也不打算说太多 即使对上弗雷冷峻的双瞳 也毫不退缩 她身上的魔力波动强大而稳定 应该是传统法师 左右两侧 还有一个高挑英气 见眉心眼的女骑士 和一位娇小怯懦 蓝眼含泪的白衣神官 非常标准的战法木配置 既然他们的话语仅止于此 弗雷便没有多在他们身上 多浪费时间 在心里给他们打上了标签 帝国女子国家队 直接望向了最后三人 我们来自北大陆 是命运女神教会 圣女大人手下的神职人员 长袍洁白无暇 边缘刺绣着精美金线图案的神官 上前一步诚恳的行礼 并回答道 她的眼神温和 满是慈爱与温柔 身后站着一位身穿重铠 披着红色斗篷的行星官 和一位全身闪亮 银白铠甲的圣骑士 他们脸上都带着坚定无畏的表情 双眼坚定而炯炯有神 仿佛燃烧着正义之夜 你们三个知道洛伦吗 弗雷随口问道 话语中颇有一番 和洛伦平起平坐的感觉 让三人文言一惊 不知道弗雷在伊克里特学院里 是何许地位 当然 即使我们在北大陆 也熟知洛伦大神官大人的事迹 神官回答道 并令同伴们各自施展了一番神术 从神官系的神术 几乎可以相信 他们的神职身份并无问题 但也不能排除 附生教会也有 潜伏在命运女神教会 内部内鬼的可能性 这仨就叫圣女的马仔 好了 至此 弗雷基本搞明白了 在场所有人的来历 尽管九个人中 肯定有两个人的身份 有假 具体的身份职业 除了愿意主动向所有人公开的 剩余的都得等会儿 各自通过书写的方式 单独传递给他 你们俩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弗雷退后一步 来到了兰奇和修百利安身边 修伯利安并不太好说出 自己身份的特性 只是用眼神示意兰奇和弗雷回头 然后他放在背后的手 指尖轻轻在空气中勾勒出文字 示意他们俩自己是女演员的信息 懂了 弗雷和兰奇得知他的身份后 更加确信了 也许其他挑战者中也有 类似于他这种类型的身份 并没有太多能直接帮到侦探的地方 暴露出来 反而既可疑又危险 所以弗雷的推理难度又升高了不少 即使他接下来 把每个人的身份都盘问一遍 背叛者也可以轻松编出 毫无破绽的身份 只要背叛者拥有足够的智慧 想从身份上推测出 谁是背叛者几乎不可能 这也是影世界的机制所在 带到修伯利安和他们交流完 兰奇再度看向了大厅方向 他非常自如地上前了一步 面向众人抬起手掌 大家好 这里我简单说两句 我的身份是律师 熟知这个霍宁帝国的法规 如今霍宁帝国 已经全面信仰着血族十足 任何被反血族统治的行为 都将被处以极刑 同样 人类想要出入任何城池 都需要进行严格的身份信息登记 针对地理学家的这信息 我有一点要补充 霍宁帝国的国防结界 如今已经归属血族所掌控 有滞空的效果 非血族无法使用任何飞行魔法及道具 我相信等会儿可以相互佐证 蓝奇的话语 如一颗投入湖中的石子 引起了涟漪 让大厅里的每一个人 都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分析 又一个自曝身份的 更加光明正大 而且这个少年翠绿的双瞳中 眼神明亮且坦诚 话音仿佛带着一种平静的力量 可以将人的疑虑和不安都化为乌有 这般不夹杂一丝杂志的温柔气质 很难让人怀疑 他是一个坏人 又或者 万一真的这种人才是恶徒 那才是一场难以想象的恐怖片 说到这里 蓝奇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现在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那座唯一通往城邦的桥 想必已经被破坏了 我们已经被国防洁界的边缘和地势 封锁在了这山崖之上 所以说 尹世杰的要求是 我们必须正确地推理出背叛者 并将其抓到 一旦不小心误杀了背叛者 血族伯爵来了我们都逃不掉 弗雷笑了笑 略带玩味地朝着蓝奇问道 这般话音落下之后 顿时其他人的神色都难堪了几分 他们的脸上浮现出各种各样的表情 有的惊恶 有的深思 有的凝重 眼神在不断地变换着 仿佛一幅变幻莫测的画卷 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 每一个人都似乎变得更加敏锐和敏感 几乎可以互相感觉到 紧张和不安的气氛 在一点点地加剧 光是封锁地形 血族伯爵这几个字 就可以令在场所有的挑战者 闻之变色 哪怕是在现实 他们都知道 血族绝非同阶生灵 能够对抗的可怕生灵 血族天生自带的全能和不死性 历来人类强者与之战斗 只是白白折损难得的高阶战力 哪怕理论上到了白天太阳升起时 血族就会受到极大削弱 但想要在血族手上 撑过一整个深夜 没有任何可能性 就算不谈种族压制 在场五届上下的挑战者和血族伯爵 根本不是一个实力层次 任何人一个照面就会被血族伯爵摘下头颅 只能沦为血族伯爵虐杀寻乐的玩具 自然是逃不掉 蓝旗神色平和地回答弗雷 心境仿佛一池安静的湖水 即使面对血族这样的危险 也波澜不惊 修伯利安瞧了瞧蓝旗 稍微安心了一点 只要蓝旗一直是这个状态 他就不怕 本章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